大家好 我是小屁 韓服天台湾除了昨天有釋出了 王族黑妖法師的第一波技能更新以外 还有下个礼拜一 12月2号的大改实况 今天三早之前 也有在更新 绿洲式大改版的一些资讯 影片开始之前 请记得订阅小屁YouTube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首先就是这一次的钓鱼系统 12月4号的时候就改版当天 它就会登场了 并且它这边是有在预告说 会有钓鱼的小游戏 然后也有钓鱼比赛 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这个钓鱼系统 到底可以给我们有多大的一个新鲜感 再来就是其他的活动内容更新 第一个就是魔族之地 它的怪物会在增强 并且地图会在变得更大 还会新增热点 再来就是欧灵痕迹第九季的登场 那这一次的话 便利性会更动 然后UI或是成就也会有更新 再来就是暗影神殿四楼会登场 那看起来暗影神殿四楼的怪物 应该也都是不死戏的哦 接着就是BOSS 现在会有掉新的娃娃卡跟圣物卡 这些娃娃卡圣物卡的掉入率会再增加 然后就是金字形神塔的部分 希望这次的金字形神塔是会有更改的 不然之前都没有更改 最后就是大师大会战 这个活动就是必掉金的活动 再来就是游戏的一些系统更新 比如说 现在会随着等级的提升 可以获得更多的叶子 这个以前就有改过了 所以现在随着等级的增加 获得叶子还会再增加哦 熟练度的部分之后熟练度就可以自己想要转什么武器 就转什么武器了 统计的部分的话会有更加精确的表单 给大家看一下你的每日啊的报告 现在守护也可以租萌屋了 并且会增加血萌的图案 敌萌啊跟有萌的数量也增加了 好了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韩服天堂M绿洲式大改版的最新资讯啊 那我会将昨天的一些资讯附在下方留言处记得去看一下 如果你还有任何的新的消息问题情报 也欢迎在这部影片下方留言 记得订阅小屁YouTube频道 以及把这部影片分享给所有喜欢玩天堂M的朋友们 小屁LINE的社群也欢迎扫描加入哦 我是小屁 我们就下次见 大家拜拜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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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